本视频由超有钱工作室制作播出 每周一每周三准时更新 欢迎泽维尔先生以及可爱的维娜小姐丽玲寒盛 不不 我怕 这浓郁的气味是人类的气味 真稀奇啊 居然有人类敢踏足玫瑰城堡 是 你们听说过那个传言吗 那位大人的未婚夫爱上了一个人类 你们似乎来迟了呢 哥哥 我差点以为你们不敢来了 您多虑了 小薇 你怎么来了 我终于见到你了 自从那天之后 你就再也没来找过我了 我 朋友 来一杯 我不喝人血 想什么呢 我喝的这杯是人血 你那杯是便宜的鲜榨葡萄汁 你刚刚说的便宜是什么意思 吸血鬼真的有对价钱的概念吗 不是一只把人类当作免费的食材 肆意掠夺杀害吗 抱歉 在下是一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吸血鬼 你一定以为 吸血鬼 都是这样进食的吧 就像接吻一样 咬破你的皮肤 然后吸取血鬼 宋 宋恺 请您自住 抱歉 并且直接吸血 我更喜欢向医院购买库存血浆了 可以挑选喜欢的口味 血型 还不用担心病菌什么的 最重要的是 不用担心献血者 没有洗澡或者有胡臭 保持食欲 是吗 那边是A型血菌 这边是B型血 怪允 所以呢 好好考虑一下 要不要跟我合作 这可是共义 所有吸血鬼 都可以改变原有进食方式 从此与人类和平共处 你想要我做什么 不如 先陪我跳一支舞 不好意思 我只会跳南部 真巧 我也是 天哪 哥哥居然跳舞了 什么 你捏疼我了 抱歉 我刚刚没有控制好力度 游记哥哥 你是不是后悔了呀 怎么会 我喜欢的人 只有你一个 永远 都只有你一个 游记哥哥 满意了吗 你就这么想让自己未婚服吃醋 什么蠢话 看是三点方向 那个吸血鬼 是奥利奴家族的走狗 臭名昭主 破堂守杰克 他已经盯我们很久了 他为什么要监视我们 因为爱情 你说什么 他 跟你 你已经有未婚服 这 苏小姐 请你日后 务必整肃一下 吸血鬼圈的不正风气 可惜了 长得这么好看的一个孩子 偏偏是个傻子 怎么说什么你都信啊 是不是傻 你 苏小姐 请你不要再戏耍我了 好好好 我保证 接下来的信息 绝对真实可康 杰克 是来取你姓名的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嘛 又不是我把你的消息 卖出去的 是苏游记 准确来说是你亲爱的妹妹 维纳巴伐伦凯小姐 这不可能 我最了解小薇的为人 她端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如果苏小姐想用这种伎俩来挑拨我们兄妹感情的话 维纳也太小巧在下了 哥哥他 别担心 我不会让苏立夏伤害你哥哥的 小薇 带回家了 走吧 尤其哥哥 站住 放开他 谁准你强行带走小薇 苏先生 你是不是记错了 他是我巴伐伦卡家族的人 那又怎样 这里可是我苏家的地盘 尤其哥哥 哥哥 你们不要吵架 再说了 你敢让小薇自己选吗 看他是愿意跟你回家 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 好 就让他自己选 小薇 你愿意和我一起回家吗 我 我 我想留下来 小薇 到我身边来 哥哥 我 我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走了 快走不送 小薇 小薇 你在这里 万事小心 哥哥 泽威尔大人 小薇 银半殘灯 辗转过一生 谁能恋我一世了 往夜里孤分 潦草葬刺舍 谁赌我 不甘的魂 若我再是为人 饮一杯苦涩 独阵 悔人断浅是缘 风雪中 情河 若我轮回重生 问旧一壶悲欢千针 我总恨 她千年言尘 安雅西空城 醉梦谈浮生 谁借我一强增 缠断前世缘分 老鼠苦疼 缥缈独凡尘 三生试刻着爱恨痴缠 千里总行 只为不负此生 我轮回的人 远远的灯 总是虚欲信封 我回首把酒分 换季度的船 谁借我 一强恨脏 好美 只听雪上 我此生不顾着红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油 雅